早前有葵涌穿翠葵楼的住戶向東章PLUS報料 指樓上21樓謀單位的住戶竟然將整個玻璃窗平放在外牆的浪衫架上 好危險呀 這日我們親身到場視察 由單位望上去清楚見到樓上將一個練玻璃的大鋁窗 就這樣平放在牆外的浪衫架上 看真點, 雜物的範圍不但大於整個浪衫架 上面還擺放了一雙鞋, 兩塊鐵皮 兩隻鋁框連窗, 還有一個花盆 這麼多東西擺放在上面真的沒問題嗎 照理不可以放這些東西, 房珠 如果有人舉報他應該會執法人 他掉下來會打死人 我掉下來還得了 我家對面也經常擺放很多東西 但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無法理會 浪衫架擺玻璃窗, 還有這麼多雜物 萬一遇上極端天氣, 後果不堪設想 投訴人說, 曾經去過辦事處投訴 但之後只是見大堂貼出告示 呼籲住戶將懸掛物放回室內 不過, 大鋁窗就未見收回 為甚麼呢? 於是我們到攝氏單位問過究竟 在樓下有單位說 看到你們在浪衫架上浪了很多東西 想了解一下… 有很多東西 是, 是甚麼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甚麼, 很多東西 浪衫架上面, 廁所外面的浪衫架 你會收的, 不好意思 好的, 其實上面是甚麼? 是雜物還是… 其實是普通的雜物 不過是雜物還是放在上面 明白的… 我們會再自己處理 好的, 謝謝你 經我們調查之後 報料的住戶轉頭就提供相片回覆我們 說雜物和鋁窗已經即時清空 不過這些行為會否違反公屋條例? 管理處收到類似的投訴 又會怎樣跟進? 我們便去信房署查詢 房署表示, 個案正在處理當中 細節有待查證 要等到調查完畢 才可以有完整的答覆